要挖掘一个帝王的陵墓 这帝王谁啊 这可了不起 要不是因为是他 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因为这位帝王堪称千古一帝 是中国历史上独一万一位皇帝 他是谁呢 就是他 他堪称千古一帝 他的领悟独一无二 武则天大墓究竟爱藏了多少秘密和珍宝 奢华大墓为了个人道路费王阳请看一千年 一条前名发掘的是非得失 解说道路与反道路的千年案战 老梁观世界与您一同探究 谁不来收开武则天的大门 看了这张图片呢 您可能觉得说老梁你这胡闹吗 这不香港有姓刘嘉玲吗 我说的是刘嘉玲扮演了这位帝王 那么这次要挖掘这个陵墓 就是武则天下葬的叫乾陵 他的位置呢 在陕西咸阳市境内 有所山叫梁山 可不是山东的梁山啊 海拔大概有一千多米 武则天这个乾陵就在这山上 为什么说这次引起这么大争议 因为乾陵有两个特点 是独一官的 首先一个呢是 这个乾陵里头葬着俩皇帝 是武则天和他的老公唐高宗李治 所以说这一个坟里边呢 葬着俩皇帝 而且这俩皇帝国号还不一样 一个大唐一个大洲 你看这是独一官吧 第二个 咱们说现在这个帝王陵墓 很少有没被盗过 那盗墓贼比现在考古学家都厉害 有好多帝王陵墓挖掘呢 所以盗墓贼先盗过来 不挖也不行了 可是五个天葬这个乾陵 跟我们说的那些墓全部一样 一千多年下来了 经过无数次盗墓贼的寄予和洗劫 居然这个墓地安然无障 就在中国的帝王陵墓里头 就是只要找着是在这里边 这是个奇迹 所以说这个乾陵 现在的挖掘 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议论 但是最近的相关部门 站出来辟谣了 说没这回事 国家文物局和陕西这个乾陵管委会就说了 说我们的五十年以内都不打算动他 但是这个消息 虽然证明前面这个是个假消息 可是一下激起了大家 对五个天以及这个乾陵本身的兴趣 有人说这都奇怪了 乾陵有什么了不起的 怎么那些帝王陵墓都被盗过 就他这个这么些年安然无恙 说实在在历史上 琢磨五个天这个乾陵的人可不在少数 大小有过十七次 有没有幸留下的盗墓贼 就有那么好几个 唐朝的时候 唐末 我们知道皇朝起义 这个皇朝呢 税率很大 先后动员了四十万大军 跑到这个乾陵这来挖了 想挖乾陵里的基因财宝 前年后后挖了一两年 没动 根本连木道都没找着 你说这够厉害的吗 连木道就准确的从哪进去 皇朝都没找着 再往后更传奇的是呢 五代十五的时候 有个耀州解渡使叫温韬 你看他是个行政长官 大盗墓贼 而且还有手段 唐代十八个皇帝 他到了十七所令 唯独五个天这乾陵 他没动了 为什么呢 他带着兵 那时候讲这个盗墓啊 叫基明不拨金 基明什么就天亮了 鸡打兵了 但一亮 拨金就只盗墓 天亮就都撤了 他晚上带人来盗墓 可是奇了怪了 在山下待的时候 好好的 到了山上开始盗墓 马上风云之后 跌下来一人 半夜三军就打来下雨 他一看这太吓人了 撤下来吧 然后改在白天盗墓 白天又很奇怪 在山底是天气晴朗 到山上又开始盗墓的时候 又是风云即会雷电交加 还不行 先后有过这么三次 就温涛一看 坏了 五个天这很动不得 上迎天象 必有凶道 赶紧把兵撤回来 再没敢动 所以温涛这个大盗墓贼 唐朝十八所皇陵 他到了十七所 唯独就没动着牵 所以有人就传上了 五三哥要不得呀 要不他怎么能当女皇的呢 那就杀兴啊 当然这方面的传说呢 有不少千强富贵的地方 但是也有人在这上面 本以前的一些 也使找了当根据 什么根据呢 武则天刚出生的时候 武则天他爸爸呢 想要个男孩 结果生的是女孩 挺遗憾 他就把武则天小时候 当成小男孩打扮 家里头来个客人 这客人可了不起 史书说有说是袁天刚的 有说是李春风的 简单就说李春风吧 李春风来了 武则天他爸爸呢 就说你能不能 给我孩子 看看相 算是命 就把武则天抱出来 武则天小孩 按照小男孩打扮 李春风一看着武则天 面如土色 手都哆嗦了 他爸爸一看 这不是好事 赶紧把孩子抱去 这个李大师怎么回事 李春风说 哎呀呀呀 不得了啊 多亏你这孩子 是个男孩啊 要是个女孩 将来必为主杀 就说得当皇帝 一定会颠倒乾坤 祸乱超纲 他这话说完了 轮到武则天 他爸爸面如土色 手都哆嗦了 为啥 他知道啊 这孩子是个女孩 当然 我们说这个故事 无非是给将来武则天 登基作殿的 这块先弄下个兆头来 为什么可信的 可是这个必定 给乾陵增添了很多传奇色态 你世界范围看看 很多古代帝王 他不想让人动他灵墓 他都有一些个办法 而刚才我们说 这种利用传说 制造悬疑氛围 就是一兆 你看 咱们大伙都知道 古埃及有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事 叫图坦卡蒙的咒语 图坦卡蒙是谁呢 图坦卡蒙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一个法老 这个法老呢 没活到二岁数 巧了就活十八岁 很年轻的图坦卡蒙 很年轻的一个法老 十八岁就死了 那么他死了之后 我们都知道法老要上到金字塔里头 一般的法老的这个 做成木乃伊呢 是搁到金字塔里边 可是这个图坦卡蒙 搁的地方不一样 人家搁金字塔里头 他搁到金字塔地下 就我们说地宫 由于他搁到地宫里 这图坦卡蒙 这木乃伊 后人不好找 所以一直到1922年 有个外国鬼子叫卡纳峰 他出生 才把图坦卡蒙的灵物这门全打开 打开以后呢 发现有个牌匾 牌匾人写着两个 叫谁打扰这位法老的灵魂 死神之意就将停在他身上 就说死神长翅膀的 就停在他身上了 当时谁也没在乎这事 可以就巧了 在那之后 凡是经过图坦卡蒙这个 墓地里头的人 非死即封 还都是横死人 所以有人说 这图坦卡蒙可得罪不得呀 进到里头人就要完蛋了 当然现代科学 初步的把这个谜解开了 就说这里头啊 有一些真菌就侵入到人体内 造成感染了 把人给弄死了 就说从这方面 包括用一些辐射方面的理论 能够解释这些为什么死 不是什么灵异事件 所以说现在来看呢 说乾陵所谓伍子天 怎么怎么如何的 这是封建迷信 不值得大家去信 但有人说 说那为什么乾陵这么些年 都没动过 要不然别人都被盗墓 他就不被 他堪称千古一地 他的领路 都一不二 隔天大墓 究竟来藏了多少秘密和珍宝 奢华大墓 为什么让盗墓贼 荒洋情叹 一千年 这条潜民发掘的是非得失 解说盗墓与反盗墓的千年案战 老梁关事件 与您一同探究 谁来敲开武则间的大门 这个是跟乾陵独特的地理特点有关 以及做乾陵的时候 这个金公鞋座 这个乾陵都有多大的 里边有三百八多件房子 是按照西安古都的模式来的 也分成内城外城工程 那大门去了 他建在哪儿呢 建在山当腰上 你想想 这山上都石头啊 你盗墓是一悄悄挖土 这石头你怎么弄的 非常难弄的 有人说那现代科技割炸药还不行 他毕竟在山府里头 你就是割炸药 你想把这件事都弄开 每一两个月弄不完 一两个月 国家开发还行 盗墓贼来 一两个月天天听光炸山 那不把公安局人都招了 他还能干了这盗墓呢 所以一般现代盗墓的这些毛贼 轻易不敢动 这工程量太浩大 所以这是乾陵到现在为止 为什么安然无恙的重要原因 但你看 这么结实 还有刚才无数的人 觊觎这里头的宝藏 为啥 乾陵里头真有东西 考古学家估算 说这里头文物都有五百多 说怎么那么多 你想一想 内城外城三百八十多间房子 你琢磨这里头 这个墓地得多大 得装多少好东西 所以数不尽的金银财宝 查不清的文物 堪称是地下博物馆 所以乾陵老早就有人说 埋在地下的人类心九大十几 你看这得多厉害 再还有一些传闻说 咱们书法史上有部伟大的作品 王羲之当年 写过一个蓝亭集序 这个贴子写的特别漂亮 十八个字字 插上翅膀都能飞 说这个蓝亭集序的原贴 是唐太宗李世民 用坑蒙拐骗的手法 弄到这个手在 李世民就说 我死了之后得带坟里去 可是前面我们说这个温炮 挖这个唐昭令 就说唐太宗李世民的坟的时候 没找着这个 那么有人就说 这个一定在唐高宗李世的村里边 跟伍子天不在这里在这里 蓝亭集序名气太大了 永和九年岁在归首 会于会计山殷之蓝亭 休憩事业 群贤毕至少长先及 此地何有从山君领 茂林修竹 又有清流积水应戴 左右也已为流水取舱 你想这么多的宝藏 能不引起人寄予吗 当然了 如此多的宝藏 如此浩大的工程 人家奇了怪了 人家帝王的灵啊 往往都平地上 他是怎么搁半山腰了 搁对这个咸阳市 梁山这山顶来呢 在山上就遭过灵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 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 古代帝王啊 找风水师拿罗盘 建设策 哎呀 这地方好不好啊 怎么回事啊 风水风水嘛 这个 遇水而上 遇山而止 有点养 最后 你